很多到这里来调解以后 后来就没有再来领离婚证了 大概到我们这里来辅导过的人数 跟真正去拿离婚证的 差不多少了一半 看看女人干嘛 我们都是志愿者 志愿者 那我们看看这一对吧 你好 请坐 两个人请出示有效的身份证件 给我登记一下 感觉这女生好像哭过 她甚至被她老公欺负 感觉体态都特别内容 然后老公又很开 但是又离她很远 现在是做什么职业 自己开了个小店 那就是个体 她有点抗拒 她用手挡住嘴 对 两个人结婚几年了 12年 12年 我们是谁先提出离婚的 谁先她 为什么枯不下去 这档婚姻 我们两个最大的问题 是三观不合 三观不合 然后对她经济的问题 看待金钱的问题 她这个人是好人 性格也是好的 但是孩子不怎么管 儿女的教育上有分歧 对 这方面分歧是比较大的 你们家里头谁主经济呢 一般都是你在主管的 就是因为经济 我都没有过手的 就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产生了很大的问题 具体什么问题呢 就是她会把我们赚的钱 都会外借 然后也不会跟我商量 外借 她共同财产外借是吗 那她觉得她能够收回来是吧 她觉得能够收回来 但是事实证明这是收不回来 你老婆初中是还是好的 初中是好的 我没有一次说她是有坏心 或者说你来算几遍了 绝对没有的 那其实也是不想念 只是需要解决问题 我很想听听那个男的说什么 对 我想听那个男的说什么 我们也是 说说看 为什么会到闹离婚的这个地步 她说我是家里面雇得少 都是整天都在外面 说你不雇家了 我都雇家 有些钱的支出往来 有跟她商量吗 商量不多 基本上 没怎么商量 该记得也借出去了 那个是有个不对的 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说你老婆 把这个钱直接借给别人了 说都不跟你说 你心里会怎么下呢 所以我们人要学会换位思考 他的肢体语言都在告诉你 不想听 我不想知道 背过来 对 他就完全需要很多的行为 你看他往后坐了 你看他开始保护意识墙了 阻挡了 因为我其实平常是有看很多 心理学的书啊 比如说什么行为心理学啊 之类的 他们不是有很多小动作吗 然后我就觉得 其实在我平常塑造角色的时候 我没有刻意加这种小动作 但其实现实生活当中的 每一个人真的会有 属于他自己的小动作 这就是每个人心理状态的点 这些小的表情 其实都是平常不一定会 加在角色当中的 但是当我观察多了之后 其实有很多小细节 我可以再添加在角色里面 其实孩子的陪伴 对父亲来说 是很重要的 我们三之间有的 养不教父子过 男孩子性格的形成 都是学父亲的 他现在在听 认真的听 对 他眼神正在听 你们夫妻之间 说实话也没有太大的矛盾 好了 你把老婆叫起来 好不好 你们自己当面沟通一下 这个是感觉 好像还有感情在 看他的身体 开始向老婆倾斜 对变了 男生就不想离婚 是真的 他靠着他 女方其实也不一定是真的想 也不是真的想离婚 他其实就是 素权是想解决问题 就是我之前讲过一句对白 爱的反面不是恨 是不痛不痒 妻子 他在一直不停地诉苦 不停地诉苦的时候 你就知道 他不想离 在你朋友面前 我都是恶人都没关系 现在要发现 把他话说完 怎么说我恶 我都没关系 要相互体谅的 我就很好奇 你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 谈恋爱谈起来的 再说 你一看他表情笑了笑了 没有 男的都在回忆 哇塞 好神奇啊这件事情 是可以调节的 我的天 如果不好就是我们俩不停 好了好了好了 好慢 这手大一下不闷得很 不好意思了 你看那女孩很死 女儿心也闷闷了 有意思 是吃瓜群众的感觉 女生只把笑了一下 看到了 她那个笑可不好演啊 你们注意一下 那个女孩 那个那一点点 她不是那种表演的 她那 对对对 你知道吗 嗯 两个人回去 好好过日子 好好过日子啊 好好过日子 谢谢你们 你们太厉害了 这张老师还有两把刷子啊 是 瞬间解决的问题 她开始已经砌成这样了 眼神 就在那个位置的时候 睁开了 整个肌肉向上扬 她不是说 这种像我们就会流于普通 那个最真实 那个好难演 哎呦 挺挺挺有收获的 对 各位有什么特别想表达的 今天的这个体验 我觉得是无论对我在 我自己生活上 还是说将来演戏上 我都有了新的体验 就是我觉得爱情和感情 是重要的 因为作为演员 如果不体验感情跟爱情 我自己也不会接受到 很多实在的那种感受 然后放在我的戏剧里面 所以我觉得体验这个世界 任何事情都是重要的 但是它并不是唯一跟全部 就是我也曾经恋爱脑过 我也曾经很向往结婚过 但是我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了 你现在努力这么多年 你才拿到就有事业的机会 你应该去把握这个机会 挺好的 挺好的 向总你会因为什么事情 跟你太太发生一些 就争论啊或者是 会吗 会讨论 讨论 他是那种善于辩论的 还是不善于 他很善于辩论 他从来不跟我吵架 讲道理 他什么都会夸奖我 会鼓励我 也会 他也是一个很伟大的妈妈 他从来不在网络上 留任何的言语 他只会默默在后面支持我 真的 加倍对他好 有啊 我就想我两个孩子 开开心一心 当然啊 嗯 我第一次看到他脸上有这样的表情 他是个很伟大的女人 我老婆 真的 我一点都不介意 所有人说 我是郭北厅老公 一点都不介意 对 你看 他对孩子的爱 他对我的爱 他对我父母的爱的 他对他自己父母的爱的 就是 我母可淘尽的 妈太好了 我们共同祝福你 对 我看到他这样哭 我还蛮感动的 对 祝福 谢谢 谢谢 我写的蛮多的 但我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去评论 他们之间的这个感情 女方觉得就是男方可能很自私 没有去在乎她的感受 然后我接下来 我再去看男方的这些东西了以后 其实男方 我觉得他有点不敢承认自己的价值 他一直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然后他一直在躲 其实他们从一开始的时候是 其实两个人就很爱对方 但是就是 共同表达 有点错位吧 其实 我一直都在逃避 逃避真实的自己 就说 网上不是一直说我在蹭 看镜子热度吗 我觉得这是事实啊 如果没有他的话 我怎么能来这个节目呢 然后 当我现在参加这个节目 开始做演员了 我才发现 原来不理解的东西 都理解了 就是因为我原来没 不能够感受 作演员是多么脆弱的 我不知道怎么去理解他 也不知道是什么感受 所以我那个时候更多就是很自私 很自大 不去考虑他的感受 就是一个活在 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一个 小丑 嗯 然后 其实我真的感谢他 如果没有他的话 可能我的妈妈就不在了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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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感谢他出现在我生命中的四年 那很精彩啊 你喜欢大爱我爱过你我 这句话也很浪漫啊 这些都是真的呀 所以 我觉得 我还对不起他 然后 然后 我想 我想跟他说 祝你幸福 我 我 你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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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